女人脱去衣服,在院子里准备洗澡,然而这一幕却被男人看见,二话不说抱着他进了屋,不久后,女人的丈夫老黄回来,正好遇到了男人,看到院中一出的洗澡水,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可苦于男人是当地出名的猎虎,身强体壮性隔眼,老黄不敢发走,只能打牲口几下出气,这个镇子缺水缺凉,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外面的女人都不肯嫁过来,而村里的女人也多半是被抓过来的,骆驼客们抓住了商机,经常抓一些外地的女孩过来, 这天她们又拐了个秀气的女孩,准备高架卖给镇长做小妾,但被拐的秀女激烈,晚上趁着骆驼客熟睡,偷偷溜了出去,但沙漠一望无际没有边界,没吃没喝的秀女很快耗尽了体力,晕倒在地,一个路过的庄稼汉将她捡了回去,此人正是老黄,秀女被收留后,懂事地干起了家中所有的重活累活,只求安稳留在这里找机会回到家乡,可妻子洪姐见她生得好看,惊动起了歪脑筋,想把她卖出去赚取家用,不久后洪姐的情人唐三来 一眼就看中了美貌的秀女,便丢给洪姐一串钱,想把秀女娶回家,洪姐不肯答应,经过几年的苟且,她早对唐三有了真感情 洪姐气唐三看上了秀女,但自己终究生不出儿子,留不住唐三,还不如把秀女卖了大赚一笔,就这样洪姐应允了唐三的求情 然而老黄得知此事却十分恼乱,睡了自己的老婆洪姐,现在又来抢如花似玉的秀女,凭什么好事都被唐三给占了 但老黄最终还是争不过彪悍的洪姐,可怜的秀女就这样被敲定了价格 转眼来到秀女结婚前夕,老黄借口来给她送被子,实则想借秀女来报复唐三的绿帽之仇 看看眼前女孩交好的面容,她控制不住地扑了上去,秀女的真结就这样被毁灭殆尽,然而她的苦难还远没有停止 洞房花竹叶,男人为验证新娘的真结,往床上铺了一块白布,可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 白布始终光洁如新,身为当地赫赫有名的猎物,唐三又狠狠将秀女拽起来,甩了她两个巴掌 你的鞋呢? 但秀女却始终一言不发,因为欺负她的人曾是她的救命恩人,可将她就回来的老黄夫妻,却将她又一次推入了被卖的命运 不久前,秀女被唐三探中,只是成亲的花轿刚出家门,就被十几个土匪堵住去路 骆驼客认出了秀女,让唐三把秀女交出来,唐三说什么也不愿意 双方僵持之下,决定用戈壁滩的规矩解决,就是让秀女头顶一个小桃冠 唐三从远处开枪,如果射中桃冠便可以把人带走 若是子弹偏了,要了秀女的命,那也是天意 在那个年代,女人的命就如同草剑,就算在男人的较量中牺牲也无人在意 最终唐三靠着出色的枪法夺走了秀女,但惊吓过度的秀女还是晕了过去 醒来还要面对更可怕的局面,因为没有落红,唐三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红姐家 说红姐骗了她,红姐一愣,转头看见丈夫心虚的模样,一下就明白了过来 唐三愤怒地拉坏了红姐家的门,意思愤怒只有面门才能消除 回到家后,唐三一直没有给秀女好脸色,但秀女却开始勤勤恳侃地干活 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只是在闲暇时,她还是会顿足凝望家乡的方向 却明白回乡已经是个遥远的念想,久而久之,唐三对她也心软了 两人就这样磕磕绊绊生活在了一起,这天秀女出门买东西 却发现卖东西的小贩就是当年拐走自己的人贩子 人贩子也认出了秀女,她对她一直怀恨在心,怪她逃跑让自己赔了六只落朵 秀女眼看大事不好赶紧逃跑,却被人贩子抓住 关键时刻,两个路过的男人救了秀女,其中一人还帮秀女把麦查看身体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唐三看到,还以为他们在欺负秀女 秀女急忙出声解释,说二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男人则告诉唐三秀女怀了身孕,这让唐三大喜不望 不再出门受恋,而是在家守着伺候秀女 眨眼到了秀女生产的日子,她生下了一个白胖的儿子 唐三将她当成宝贝每天捧在手心 本以为有了儿子后,两人就能安稳度日 可不久的夜里,唐三耐不住火,强行要和秀女淋雨 却不慎压死了强宝中的婴儿 十月怀胎的孩子就这样早腰 秀女被气得一病不起 唐三也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觉得是自己造孽太多才断子绝孙 而老黄恰在此时来看望秀女 他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后悔 也感激秀女没有出卖自己 都是我害了你 我知道你没把事情告诉他 然而这话却被唐三听到 他一怒之下想杀了老黄 但想到自己已经恶行累累 还遭了报应 他决定让老黄带着秀女离开 可看着远去的驴车 唐三却反悔了 他不能没有秀女 老黄自然不肯将秀女拱手让人 拿出匕首想暗算唐三 凡被刺死在地 你为什么杀了他 你为什么 你占了他的女人 还要杀了他 女人的丈夫被情人杀害 愤怒地跑去要个说法 没想到却洋入虎口 被几个小混混拉进了屋 红姐自此变得疯疯癫癫 同样疯癫的还有秀女 痛失爱子后 他经常在坟地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天给儿子上坟回来 却看到山匪正在折磨一个男人 等山匪走远后 秀女壮着胆子来到男人身边 却发现他是救过自己的恩人 秀女便将男人悄悄带回家救治 然而这善举却给家中带来了灭顶之灾 山匪等人发现书生的尸体不见了 便半夜来到秀女家搜寻 万幸书生提前躲到房梁上 他们才幸免于难 但唐三却见到秀女如此袒护男人 一时激动想杀了他 唐三不要再作孽 为子孙积典得 此时屋外传来马蹄声 山匪又来找人了 唐三犹豫了一瞬 决定为未出生的孩子做点好事 便和男人交换了衣物 起码冒充他引开山匪 临别时 他郑重交代秀女务必保全这个孩子 秀女则带着男人逃走 然而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了枪声 秀女不顾男人的劝阻 执意跑回去寻找唐三 为了腹中胎儿的血脉 他再次将自己置身险尽 果然唐三已经被山匪杀害 尸体还被救情人红姐捡了回去 当秀女赶到时 红姐的草屋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自投罗网的秀女 则被山匪绑在戈壁滩上暴晒 孩子也没能保住 所幸路过的牧民救下他一条命 他就这样和牧民们消失在荒漠深处 本片名为秀女 讲述的是旧社会女人的悲惨命运 那时的天是黑的 女人也没有人权 只能依附着男人存活 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会有无数秀女走出漫无边际的荒漠 回到梦中的故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